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2014年世界女子酒球锦标赛决赛 进入本届决赛的是两名中国选手 陈思明和刘莎莎 刘莎莎是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韩国桌球选手金家印 陈思明是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华台北选手陈和云 2014年的女子酒球世界锦标赛是在山水甲天下的广西桂林举行的 女子酒球世锦赛这项赛事从1990年开赛 到2014年已经是第25届了 在过去的五届都是在中国的沈阳举行 那么金明两届将在桂林来举行 第一局是刘莎莎重球 决赛仍然是采用17局9胜制 每局两名选手轮流冲球 冲球冲进了2号和5号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1号球贴裤了 1号球贴了底裤 这样就失去了这个上手进攻机会 这个球呢也是去 去往中带 把1号往中带去翻 但是呢白球也带着防守 如果翻不进的话 刘莎莎还是如果翻进了的话 那么刘莎莎还是可以看到3号 但这次防守也是机会漏得太大了 好球带一下3号 没有带到3号 没有能够把3号球带起来 白球跑回地 但是这个球啊白球还是没有藏住 给了刘莎莎一个薄球的机会 这个球可以打3号的薄球 好球 白球 谈一裤 哎呀 不太理想啊 没有能够出来 这样还是无法去继续进攻4号 跳球 这个球 这个球 刘莎莎也是想争取把它跳进 又给陈思明留了一个带口球 但是陈思明要考虑一下 4号球打进之后 怎么叫下一颗 白球 白球 一颗星 好的 留在了中台 好球 好球 白球 一颗星 叫到8号 这两个球应该没有问题了 剩下的9号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陈思明 好球 让陈思明 先赢下了第一局 第一局呢 开局 不太顺 刘莎莎和陈思明两个人轮流上手 都是没有能够打开这个局面 哎 陈思明冲球 白球洗带 运气非常不好 我们看这个 白球啊 由于高竿的这个旋转 作用 直接奔向了中带 这样球拳是给了刘莎莎 刘莎莎非常好的机会 四号中带 一个定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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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七号球在边库 好 白球弹一阔 横台 漂亮 刘莎莎打握住了这一局的机会 扳回一局1比1 这局也是陈思明冲球失误白球洗带 送给刘莎莎一局的机会 刘莎莎冲球 冲进了二号 一号球可以看到 但是手架架杆受到一些影响 好的 白球 白球缩的少了 这个球 白球刚好来到了八号球的后边 这个球 白球缩的多一点 或者少一点 都可以 都能够看到三号 但是这个 干法力度控制出了问题 这样等于自己给自己做上了一个安全球 两颗星解三号 没有解到 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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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试图通过这个 左上角 底带 带角的这个 两裤 这样一个线路 来解三号 法力度 陈思明 摆一个自由球 这样 这个局面啊 就 不难 陈思明的好机会 中高竿 推一库 准备 准备 哎呀 哎呀 这个球陈思明是想白球两颗星绕出来 绕到台中来叫橘色五号 五号打一个长台吧 没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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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给刘莎莎也是留了一个长台 好的 白球弹一裤 因为这个接下来叫六号啊 没办法 也只能叫成这样 要想叫六号也只能是叫一个长台 也是非常无奈 好球 白球推两顾 漂亮 这杆打得漂亮 白球也调整到位了 白球还是蹭到了八号 蹭了一下这样形成了一点反角度 应该没有问题 白球横台弹一裤 漂亮 刘莎莎莎应该要 好球 这样 这一局刘莎莎凭借一杆 质量非常高的长台 拿到了这一局 这场比赛可以说两个人从实力 技术水平 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啊 看一下冲球效果 一号 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冲进了八号 陈子明现在用干比一个白球的走位的落点 一号 一号还是可以看到 好的 漂亮 配了一下这个小型的球堆 二号打底带 好 刚才K的这一下 K三颗球 K的非常漂亮 一下就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 后面也是没有什么难题 暗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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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球 2号球 2号 1号 1号球 1号 3号 5号 好球 1号 7号 8号 2号球 1号 2号 1号 第1号 好球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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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陈思明这一局拿到机会之后 打得很快 陈思明 现在两个人这种成功率非常高 拿到机会之后 两个人现在基本都不失误 陈思明冲球 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了 二号进了 一号呢也是 机会不错 三号 就在中带 两颗星交到三号中带 现在四号要看一下 我们看白球停在 陈思明刚才用干笔的这个位置的话 可以叫四号的右下角底带 但是白球这个控制要 精确一些 走的稍稍多了一点 10 seconds 时间 十分钟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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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时间 白球一颗星弹起来 郑思明现在对自己冲球局的把握还是控制得非常牢 白球弹起一点 稍微直了一些感觉 这样白球只能低竿去缩 还是用低竿加一点右侧旋转 好球 郑思明没有问题 这样郑思明7比5领先了 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分差达到了两局 应该说两局虽然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分差吧 但是两个人呢 这也是第一次有一个人领先两局 而且呢现在也是接近赛点啊 刘莎莎这个冲球局效果还是不好 请关闭闪光灯 刘莎莎现在自己的冲球局一定要不能再失误了 不能再丢了 请关闭闪光灯 看看这个效果 K了一下4号和8号 但是K完之后啊 这个3号的击打 我们看白球这个出竿受到了影响 用低竿受到了影响 用低竿 用低竿 借助5号白球弹回来 哎呀 这个球还不错 刚才5号也是意外给带进了 低竿受到了影响 这个球白球要缩回来 低竿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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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白球要缩回来 8号球是做成一个长台 8号球是做成一个长台 白球恒台一库好的 6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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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两个人对于自己的冲修局啊 是可以说用尽全力来捍卫 这局局面也不错 1号冲进了 2号是在带口 2号导入 8号 留出一点点角度 白球缩回去 稍微多了一点 白球走多了一点 形成了一点点的反角度 这样叫五号就麻烦了 需要白球需要一点控制 有可能还需要绕裤 10秒 4号改打听代 这个中带打的也是非常准 这样五号是去叫底带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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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莎莎现在她的冲球局也是不容有失啊 看这效果 现在陈自明已经是拿到赛点 刘莎莎不仅要保住自己的冲球局 还必须要破掉陈自明的一个冲球局 这样才能够跟她一起进入决胜局 白球弹起来 感谢观看 10秒钟 现在白球是看不到2号了 只能够去勾一下 刘莎莎找了一下这个击球点啊 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给勾进 漂亮 漂亮 这个球打得真漂亮 非常准啊 非常准啊 可以说这球解的真是 感觉比直接打的还准 也是一个空心入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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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 好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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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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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恩 感恩 感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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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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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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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恩 感恩 感恩恩 感恩 感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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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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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恩